被性骚扰后的无奈有谁能够懂 民进党不仅不懂还放任这样的无奈 反问一名被性骚扰的党工 你为什么不跳车跟怎么没有叫出来 而林非凡呢 就是当时督导父女部的父母 他做了什么还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冷眼旁观也是凶手之一 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曾经在职场上面说过权力不对的性骚扰 一定都懂当下脑袋一片空白的感受 也一定懂算了吧的这种心态 因为我们知道在职场上面被性骚扰的无奈 讲出来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或是被检讨 甚至有可能打包走人的会是我们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人选职人里面的恩惟房 一般勇敢还有理想 但至少我们不要算了 不要让事情慢慢的死去 也要替这一位勇敢的党工说一句谢谢还有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成为自己的恩惟房 面对这种性骚扰 面对这种不公不义 我们要一起加油